国民党的立委徐晓星现在就爆料了 外交部透过了专案援助乌克兰一事 跟捷克签订了1000万美元的原污计划 但现在却指定是由捷克卫生科技院来执行 其中发现三四百万的美元 是用在购买台湾的医疗器材 但是呢现在这份专案是被列为密件 要等到十年之后才能够解密 蓝军现在就指引 难道又要跟民进党关系友好的厂商 才可以获得标案吗 额乌战口两年多 台湾援助乌克兰多少钱流向跑去哪 二号外交部达巡时这样说 一亿出头美元要协助的话 透过这些友善的这些国家 比如像波兰捷克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透过第三方国家协助支援乌克兰 外界质疑实际帮助到乌克兰有多少 因为有栏尾爆出外交部跟捷克政府 签订1000万美元相当于台币3.2亿专案 要援助乌克兰 却是指定捷克卫生科技院来执行 其中300到400万美金得用在买台 台湾的医疗器材 外交部说三万合作公开透明 但整个36个月的规划 却通通列为密件 告诉我们公开透明 一方面相关的MOU 全部都是密件要到122年的12月31号才解密 300万到400万元属于公开招标 还是限制性招标 本分都是密件 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这块肥肉到底是谁能吃 跟政府很好的关系的能够参与计划当中吗 高达三四百万的医疗器材要向谁采购不知道 立委更质疑合约中指定的捷克卫生科技院 主持人就是捷克当地衣材供应商 而且跟在地议员政商关系超级好 去年3月才刚访台短短9个月 12月就拿下千万美金专案 蓝军更报这专案的1000万美金 统统都要进到捷克卫生科技院的户头 它是一个很大间的衣材厂商 给他们去买衣材 是不是就等于说这家公司 它是有很大幅度的获利 会不会它就转成给他们捷克当地 不会议员的政治现金 被忘录签署后依据条约缔解法规定 行文立法院被查 一切依法办理 国交部严厉谴责 反极立委推理逻辑荒谬 原住乌克兰本来好是一桩 但3.2亿天价金流的去向 恐怕全民听完政府的解释还是无法澄清 中间是不是有人趁机大赚一笔 记得向罗里玉璇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现在许晓芹他就爆料说 表示外交部与捷克签订的 1000万美元的原污合约 其中当中是指定 30%到40%要采购台湾的衣材 他指引说哪些厂商能够得标呢 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许晓芹是造假虚构伤害外交部 呼吁国人应该要唾弃 这一种一昧制造声量 话中取宠的二职民意代表 前立委沈副雄他就认为说 外交部的反应恐怕些有点过当了 台湾的外交面临各种的困境多得很 外交部不需要处理这种立委 到这样子的程度 不只台捷这一份 1000万美元的原污医疗专案 北市议员侯汉廷现在指出说 台捷还有个晶片法案 10年要斥资台币3000亿元 台湾方面不只要出钱出人 还要出技术协助国外的晶片设计 这根本就是清洁卖台吗 送钱给捷克 他要质疑的是 这当中难道没有利益交换吗 我们跟捷克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叫做晶片法案 是什么呢 就是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 我们的行政院推出叫做 台湾精创方案 要10年斥资台币3000亿 那第一年先花120亿元 那他是做什么 投资台湾跟为台湾好的事 或照顾台湾人的事情呢 不是这120亿 第一年就是要在海外 就是要在捷克 盖一个所谓的晶片设计研究训练基地 地人在捷克 训练谁呢 训练捷克人 训练欧洲人 台湾会自己找半导体的老师专家学者 然后专门建置办公室 提供捷克一套完整培训生态系统 然后强化捷克的半导体产业能力 奇葩吧 我们花120亿元 然后专门帮捷克训练人才 就我们出钱出人出技术 好那到底我们换到什么呢 外交部说 哎呀我们可以这个加强台节的产业链结啊 提升双边关键产业合作 强化民主供应链啊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民主供应链 就是武大郎啊 把潘金莲送给西门庆 就可以增加5C的这个关键连结 可以增加5C两家友好 而且有趣的又来了 这是什么呢 因为外交部说 我们协助国外的这个晶片设计啊 其实从2022年就已经有的计划 可是呢 他却使用2024年金创法案的经费 这也是一个疑点 再第二个就是捷克的官方啊 就是基地在捷克 管辖权呢是属于捷克 捷克参议院首席副参议长主任 马丁就表态了 如果管辖权要给台湾会相当困难 什么意思 就是武大郎呢 把潘金莲送给了西门庆之后 还不够你还要再送床 你可能还要再送棉被 然后呢 你还要再给他们颁一张结婚证书 证明说武大郎从此对潘金莲没有管辖权 这就是标准清洁卖台啊 讲白了都是送钱给捷克 然后台湾呢 拿不到一丁点的好处 这当作没有利益交换吗 外交部长吴钊燮 最近在立法院背询的态度 外界批评说是非常的傲慢嚣张 甚至是不断的跳针 呛瞎要立法委员去对他提告 时事评论员历史哥 现在就爆料说虽然说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很多人都觉得吴钊燮的情绪控管真的太差了吧 动不动就生气 但他爆料以前的吴钊燮脾气更加的火爆 不只是呛立委呛记者而已 而是真的一言不合就会动手把人给弄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吴钊燮他的脾气有多坏 他以前在政大国关中心做副主任的时候 跟那个国关中心的另外一个这个也是教授 叫做欧阳欣怡啊 这个打架 叫做吴钊燮殴打欧阳欣怡事件 如果老一点的政大人都知道这件事 打架 真打架 在国关中心打起来 民国88年10月 当时呢 吴钊燮已经做到了政大国关中心的副主任 那他就跟了这个欧阳欣怡呢 这个因为出情的事情双方一言不合 就吴钊燮就直接把欧阳欣怡推倒在地 那据我这个就call in的观众朋友说了 他这个详细是怎样的 据说他还跨到了欧阳欣怡上去揍人家 就欧阳欣怡在讲的 然后呢导致头部胸部 致使呢这个头部受创 两边对不公堂很多年 那检察官甚至呢 因为这个是公诉罪嘛 殴打人是这个致伤害是公诉罪嘛 把吴钊燮给起诉了 但吴钊燮就说啊 因为那个时候国关中心里面那是没有监视器 所以只能根据事后的验商来说 他是双手推欧阳欣怡的胸部 他没有打人 这个报道里面还有谁讲到就是有一次啊 当时吕秀仁是否要出访印尼的时候呢 他直接对记者呛一下说 如果有我的头砍下来给你们啊 然后这个当时还搞到一群记者跑到总统府前面要人了 为什么因为后来呢 那个吕秀仁还是去了 我意思是说吴钊燮这个人脾气之坏啊 绝对不是你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他那样 吴钊燮的脾气之坏啊 是出了名的坏在震探了 他不是单纯的动口不动手 他是会动手啊 这个不只是动口 所以呢他在这个立法院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他没办法动手啊 国民党立委徐朝鑫现在拿出公文指出说外交部与捷克卫生科技院签订的1000万美元援助乌克兰的合约 但是指定里头有30%到40%要采购台湾制造的产品 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招标如何招标 前立委郭正亮他现在就表示这个密件要等到2033年的12月才能够解密 吴钊燮知道台湾的外交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地下运作的东西 却还是这么样的强势硬要跟他杠让整件事情都浮上台面 是要怎么做人呢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